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永不妥协的力量 有一部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叫永不妥协 女主角爱玲是一位 教育程度不高的胆情妈妈 她离婚过两次 她没有钱没有工作 还要抚养三个年幼的小孩 当她面临失业 生活又陷入困境时 竟然还发生了一场车祸 真是悲惨又雪上加霜 后来她有个机会 到律师事务所上班 同事们都瞧不起她 但她丝毫不在意 别人轻视的眼光 继续努力工作 有一天她无意间发现了 当地的电力公司营运 污染了当地的公共用水 还将所有的居民都蒙在鼓里 导致许多居民罹患各种癌症 基于正义的个性 她决定挺身而出调查事情的真相 但在调查过程中 她遭遇种种的挫折跟危险 她就好像是小虾米在对抗大鲸鱼 但她绝不妥协 她一边和对方的大律师周旋 一边收集电力公司的罪证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 最后她赢得了创下当时全美 3亿3千3百万美元的最高和解金额 爱玲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更让同事们对她刮目相看 一个平凡的妇女 靠着仅有不多的资源 却成就了不平凡的大事 这位女主角爱玲 稀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 她没有很高的学历 没有可观的财富 也没有很大的诠释 但她本着公义的信念 为找出疑点的答案 为灾民讨回公道 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而更重要的 她在整个事件当中 不只伸张了社会的正义 更获得自我肯定的成就 亲爱的朋友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在逆境中 无论过程有多么艰难 只要我们不放弃 永远都会有希望 亲爱的朋友 只要我们不放弃 再大的困难 我们永远都会有希望 只要不灰心 永远都会有光明 我们无法期待 人生每一件事情都是顺利的 但是我们可以祈求 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经过上帝的手之后 都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 人生或多或少 都会经历苦难 和会有黑暗的日子 但上帝要使你所经历的流泪骨 成为全远之地 使你所受的苦难 成为秋雨之福 圣经上说 因为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就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 你依靠神 上帝就会赐给你特别的力量 赐给你额外的恩典 好让你能够胜过困境 使你在受苦的时候 不会觉得那么的难受 也得到一些安慰 亲爱的朋友 胜过困难的关键在于 我们是不是转向神 当我们转向神 依靠神的时候 神就会转向我们 当我们每天清晨 寻求神的面 上帝的慈爱就迎向我们 神所赐的慈爱 丰富和喜乐 会让你在受苦的时候 因依靠祂而更加有力量 今天就让我们学习 活在上帝的赐福中 即便在逆境里 都能够靠着神 超越人生中短暂的痛苦 进入上帝所赐的喜乐中 因靠耶和华而得得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我会在早安Easy Go 我会在早安Easy Go 我会在早安Easy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